好 我们在讲Transformer之前呢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 叫做自注意力 叫做self-attention 它其实没有别的特殊的地方 主要是说你整个key value query到底是怎么选 自注意力机制呢它有它自己的一套选法 好 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首先呢你给定一个序列啊 可以看一下就是x1一直到xn 就是常为一个n的一个序列 然后每一个xi呢是一个常为d的一个向量 这样子我们以前看过了啊 就是你一个序列每个序列有一个常为d的特征 这是我们最正常的一个假设 然后呢自注意力是怎么办 自注意力迟化成就是self-attention 它呢将xi啊 又当key又当value又当query 这样来对每个序列抽取特征得到y1到yn 具体来看是这么回事啊 可以看一下是说 首先啊yi是怎么来的 yi就是对应的xi的抽的特征 说白了就是把xi丢进那个注意力迟化成里面 然后呢这个迟化成就是xi是它的query 然后它对应的y对吧 这个也这个是很直觉的是这样子 但是它的key啊它的value啊 就是所有的xexe就是xe又是key又是value 然后呢一直重复到xn xn也是作为key和value 其中也包括了xi和xi ok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你可认为 我给定一个序列啊 我放进去之后 我就会对每一个序列中的每个元素可以输出 就你这么看有点像rn的对吧 就是rn其实也是这么回事 就是说你给一个序列进去 然后一个rn的层啊 它给你每个输出出来 所以你这么做的情况下 就是我不需要额外的key啊valuequery 它们都是一个东西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自注意力 这个东西来处理序列 ok就不需要说我们之前一定要用encode decode 它就self的 就是说key啊query啊 那个value啊都是来自于自己 所以它叫自注意力 就是自的意思啊 如果你画图的话 就是基本上就这样子 就是说你 你这个t时刻的那个xi啊 它又作为key又作为value 又作为query到一个attention里面 这个attention跟之前的attention是一个东西 就是说self的意思 只是说我这个key value和query是怎么取的 ok 然后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啊 就是说cn啊rn啊和自注意力都可以用来处理序列 所以因为篇幅关系我没有讲用cn怎么来做了啊 cn的做法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啊你可以把你就把一个序列当做一个e 一维的一个啊输入 就是说你我们之前的图片有高和宽啊 有然后有每个像素它有个channel就是它的特征数 然后呢你要做cn做序列的话呢 你就当做是一个啊一维的东西 就是one dimensional convolution 然后呢就是你就只有一个宽没有高了 然后呢你一滴一滴卷移进来 然后你的那个d啊 那个每个向量每个元素的那个啊特征呢 就当做它的channel放进来 所以它就可以用来啊处理你的文本序列 所以如果你用cn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它的计算复杂度啊 它的计算复杂度是什么样子 k是你的那个那个窗口的大小 然后就是说你每一次看一个长为k的东西啊 然后呢你再乘以你的长度啊 再乘以你的d就是那个啊 dimension的平方 并行度 并行度是什么意思 并行度是说你每一次做的channel啊 就是每一个你的这个东西的输出啊 假设你输出n个东西的话 每一个输出可以自己并行做因素 ok就是说每一个啊 啊wire都可以同时做 然后这样子好处说我们有讲过 因为gp有大量的啊可以并行的单元 所以呢它并行度高 就意味着我的算的比较快 最长的路径是什么意思 最长的路径是说 假设有一个信息 要啊要传递到 就是说一个很长的序列啊 一个很长序列 我要通过细心 我要把这个序列的信息传递到一个很厚的地方 你应该怎么传递 是因为你每一次你那个channel只看k个channel 所以呢你的传递是说你要这么上去这么上去 再这么下来这么下来 ok当你的很长的时候 你的k也不那么长的时候呢 啊你可以认为你最长那个序列就是信息是怎么传过去的 就是n除以k 当你的channel越大的话 你就说一次你channel看整个序列很长的序列 但如果channel比较小的话 你就得要很多层 才能看到足够长的序列 就最后那一层的输出啊 能看到啊它的整个序列 这在计算机视觉里面也叫做field啊 就是你的视野 就是你每一个神经元的输出 它对你的图片里的视野 这是用cn的情况 rn呢 rn的计算复杂度是说它是n乘以d的平方 d的平方呢 也自于你每一次要做一个d的平方那个矩阵的乘法啊 然后你要做n次 所以呢它的复杂度啊 其实比cn低那么一点点 它的并行度很糟糕 就是说你是每一次你要算算完前一个啊 就是说你要算它的时候啊 你得把它给算完 就是说你每一个yi的输出啊 你得等yi-1给你算完了 所以它的并行度很差 它是o1的 啊这样子的话rn呢 其实在GPU上面做啊也不是那么容易啊 我们也看到说啊我们啊框架的实现 要跨一个几倍啊 另外一块我们把一些东西搞复杂一点 好像也速度也没有啊变慢 就是说我们把整个rn的复杂度变高 是因为虽然计算量增加了 但是并行度也增加了 所以它实际的花式啊并没有发生变化 它的最长的长度是什么意思 最长的长度就是说x1的信息 要一直传递到xn 它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一个on的一个序列 啊这个其实呢 既是好处也是坏处啊 坏处是说你一个信一个比较远的 啊一比如说一个句子一开头那个词啊 假设你是句子最后的输出的话 当你句子很长的时候 你一路一路过去 放到最后你可能就忘掉了 一开始怎么回事 当然是你有很多弥补方法 你可以用啊用双向的啊 就是倒过来走一遍 另外一块是我们在上节课看到是说 你可以加入啊注意力机制啊 就sequence to sequence的时候 你加入注意力机制 就是说至少说你在 在解码的时候再去看你编码器啊 就是我可以基本可以回溯到所谓的前面的信息 就是可以一次抓过来 还不要看最后那个时刻的输出 啊这是但反过来讲呢 就rn这种强时序的模型啊 导致它对一个序列的它的那个 对整个序列的记忆是做比较好的 就是说它有个非常强的时序信息在里面 所以呢它特别擅长啊记忆一些序列 假设你的模型对序列性要求比较高的话啊 rn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么看一下自注意力 就我们这是啊今天主要关注的东西是这个东西 它的计算复杂度是什么 是n平方乘以d n平方是什么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说 每一个算每个output的时候啊 你那个query啊要跟所有的input去做乘法 那个乘法的复杂度是d 因为那些长度你那个维度是d啊 当然你可以做复杂一点点大概也是啊 差不多是啊你可以把那个东西做的复杂一点的话 就加一个全连接进来的话会复杂一点 我们说一下简单情况 然后呢它的 这个地方是一个n平方 所以你跟它比较来看啊 就是说自注意力比较rn的话 当你的序列比较长的时候呢 它的计算复杂度还是挺高的 对吧 就是rn是说你不要一个维度特别长 你长不要紧 长是一个线性的关系 自注意力是说你很长的时候我就很麻烦 因为就是说你越长的句子我每次的回去看 我得每次看整个句子啊 所以呢 它的是n平方关系 所以当你是比较长的句子的时候 自注意力是通常来说是计算比较大的啊 cn也不会有问题 cn对n也是个线性关系 b形度 b形度它是很好的 它是个on的b形度 就是说你算每一个yi的时候啊 它不需要管别的 对吧 因为每个yi就是说你的query是自己 然后你的key和value是别人的输入 你跟别人的输出无关 所以呢 我就直接可以算了 所以呢 self-attention这个东西啊 它的并行度非常好 ok 所以这为什么是说 大家花了很多 就是说 比如说现在 tpu上啊 就是说发现 在gpu上好像cn啊 self-attention都 性能的差不多 但是在tpu上 我们有讲过tpu这种架构啊 就是那种 asic架构 就是里面是一个巨大的局限乘法 它这种架构啊 就非常的适合你的 这种transformer 就是说这种 attention这种架构 因为呢 你通常是做比较长的那一些序列啊 所以它呢 它是个n平方关系 所以呢 它导致说 它是一个总是一个很大的局限乘法 在里面做音算 所以呢 它导致说性能特别好 这就是为什么是说 大家呢 去 就也 一方面解释了说 为什么我们可以用很大的数据去训练 这个自注意力极致啊 另外一个是说 它的最长路径是on 最长路径on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地方的信息啊 我要到任何一个输出的话 我是直接可以过去的 我不需要经过像rn一样的这么转过去 或者像cn一样的 这么从上面啊 走过去 所以呢 自注意力极致啊 在于 比较长的序列的时候 它能够很快的抓取跟你很远的信息 它有那个attention 真的去匹配你那个 就算你出现在很远的地方 我也能够很快抓取过来 所以呢 就是说 你从这个简单的数字啊 我们就是说 稍微总结一下 就是说 自注意力呢 它其实啊 比较适合处理比较长的文本 就一个序列长度比较长 是因为 它的这个设计使得呢 可以看的东西比较宽 就是说 可以无视距离吧 有一次就过去了 所以呢 就自注意力极致啊 就是整个这一块啊 就到我们之后的 Transformer啊 BERT啊 或者是GPT啊 这种算法 就是说 它们真的就喜欢 给一个很长的序列进来 就是几百是几千的序列 然后呢 因为它能看的比较长啊 所以相对于 它的模型复杂度也够高 然后它能够真的做 比较大比较大的那个数据 但反过来讲说 你虽然看的比较长 但是你付出了代价 对吧 你的计算复杂度很高 因为你要做一 长为一千的话 那就是一千的比方 那就是一百万 所以呢 就导致说Transformer啊 就BERT啊 GPT啊 这种模型啊 就计算量特别特别大 所以现在你是动不动 要几千个GPU来做音算才行 你讲CNN呢 RN呢 通常来说 也不会做的那么大 CNN最大CNN模型 我们也不会做那么大 但是啊 基于自注意力的这些模型啊 真的就是可以做到特别特别大了 也是来自于 就是它特别是擅长处于比较长的版本 但反过来讲呢 它又是算的比较贵 越长你算的越贵 平方关系啊 所以导致说 啊 计算量特别大 也就是说最近啊 很多工作都是说 怎么样把它的 啊 计算复杂度降低一点 怎么样用层次化的结构降低一点 以及呢 从系统角度来讲 怎么样 多弄点GPU来 嗯 OK 这就是说 说自注意力 基于自注意力的模型啊 跟基于CNN和RNN比 大概是一个 整体上来讲是什么回事啊 OK 然后我介绍了 我们看到一个事情是说 跟CNN和RNN不同啊 自注意力其实没有记录位置的信息 就CNN其实你还是有的 因为你是每一个输出啊 你有一个窗口关系啊 所以我知道每一个点的输出呢 它肯定是在对应的输入的是 它的位置隔壁的部分 所以呢 window啊 那个那个窗口大小啊 是有一点位置信息在里面的 但RNN当然不用说了 它就是一个序序序序列的东西 但自注意力没有 就是你会发现说 假设我什么不管的话 我的 我整个输入的位置啊 就XI那个序列 我随机打断一下 我对输出没影响 我不是说对输出没影响 对输出的位置发现了变化 但是对输出每个项量的内容 不会发现变化 就大家回忆一下 就是说做那个 做attention的时候啊 反正就是 你的query和你的key 做一个点击 或做一个卷积 不是做一个点击 就是做一个全天阶层 然后做一个softmax 然后再一讲 就没了 所以里面是没有任何位置信息的 所以呢 如果你是想 纯用自注意力机制来做序列模型的话呢 那么你没有位置信息 那你可能就有问题 所以一个加入位置信息的办法 是一个叫做位置编码的东西 就是position encoding 他呢 他有点有意思的地方是说 他不是把位置信息加到模型里面 就是说你一旦位置信息加进模型里面 总会有各种问题 CNN的话就导致说 你的 你的每一次得看一个比较长的序列 RN的话更麻烦 就是说你的病情度就低了 所以呢 他说 我注意力机制 就是我不要改变注意力机制本身 就是能够享受说 每一次能看所有 第二个是说能够并行 然后他呢 就把位置编码信息啊 放到输入里面 让输入这个东西呢 他有位置信息 具体来看是这么回事啊 就是说 假设你的输入一个序列呢 是有N个序列啊 然后你每一个是D 那么就是说 他每一行是一个样本啊 每列是特征 我们一直是这么做的啊 但是这个地方是一个序列 然后你的位置 编码 矩阵呢 也是一个 同样大小的一个P 它里面含了很多位置信息 他怎么用它呢 就是说 他就把那个P啊 加到X上面 然后呢 再作为字编码的输入 等于是说 每个P它就根据你的位置不一样 有一点那个值不一样 然后呢 你就把这个 这样子的话呢 等于是说X IJ啊 根据你IJ的不同啊 所以他加了一个不同的值在里面 然后他就作为输入 放进你的字编码 OK 所以这个就是位置编码 具体的计算 它就是说 你的 就是说 就是 这个东西就是说 具体计算 就是说它其实是 每一列 P的每一列 就是说 比如说 基数 基数列是一个cos函数 偶数列 偶数列的是一个sin函数 但是呢 它不同的列 直接那个周期不一样 就是说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就是周期会不一样 就这个公式当然是这么写的 就是说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实际效果 是什么样子 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是说 这里有个图啊 图是什么意思 图是说 你的每一个 x坐标 是它的一个 行数 就是说 我对第i个序列啊 加的那个值是什么 然后我们这里画了 四根曲线 就对应的是 第六个colon 第七 第八 第九 就是第六位到第九位 然后呢 这个维度 你可以看到是说 基本上就是说 你的 你这个蓝线吧 蓝线第六位 它的就是说 对每一个列啊 所以它的那个 第六个特征啊 它加的那个值呢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变化 然后你换一个下一列 下列就是 sine和cos的变化 它就没有 它的频率没有变 主要是位移了 就是说下一列 就是第七列啊 就是看到是 它就南线位移了一下 就是sine和cos就是位移吧 就是周期一样的时候 它就是位移 第八列 第八列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 这个绿线 绿线是周期变长了 你看到没有 就是说 这个周期变长 然后第九列呢 也就是周期变长 然后再位移一下 所以导致说 你可以看到 不管每 对每一个样本啊 它的那个维度啊 就是那个低dimension的 每一个东西 加的值是有点不一样的 当然样本 样本之间 当然也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 这个是 这个是第十 比如说十五个样本啊 这个是 这个是第十六个样本的话 那可以看到是说 它们每个样本 加的值也不一样 所以呢 就是说 P这个东西啊 就是对于 等于是说 你对每个样本啊 然后对于每一个 维度啊 就是特征维度啊 然后加了一点 你不一样的值 然后使得让你的模型啊 就是说 下次你总是发现 模型总是发现说 虽然你的 在特定的 那个xi里面 它的总是加了一点东西 是使得呢 让模型去分辨 这个细微的东西 让它来去 作为位置的信息在里面 OK 这也是一个比较 奇怪的啊 就是说一个东西 就是说不像我们之前的 像把位置信息啊 放进模型 或者呢 就是把位置信息啊 跟你数据分开 就是空开的起来 它直接给你加进去 这也是一个啊 加进去的 就是说 你的好处是说 你不改变模型 然后呢 你也不改变数据的大小 但坏处是说 要看你的模型 能不能去认它了 就你模型 能不能把你加进去 那些位置信息呢 当做有用的feature 给你用起来 这个是看你模型的 好坏了 OK 另外一块就是说 我们就是说 举个比方 就是说 计算机呢 你可以认为 它使用的是2进制变码 对吧 就是说 你说0啊 一直到7 假设我用三位数来表示的话啊 那么第一位呢 就是一个 001 就是变化周期比较 那个长的一个变化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 你的频率变化是4的话 那么第二位的话呢 就是一个频率变化是 2的一个一个001 001 最后一位就是01001 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 你可以认为 计算机把一个数字啊 假设我就表示8个数字的话 我可以用一个 长长为3的特征来表示 而且呢 啊 这个特征的编码 就是说有三维 然后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0和1 一个一个东西在跳 跳的话呢 就是说 啊 你每一个维度的 它的那个频率也不一样 最后一维它的频率最快 就是010000 啊 最前面一维呢 它的频率最慢 就0001直到111 OK 这就是计算机用的二进制编码 所以位置矩阵编码呢 就是说你可以认为 也有一点点类似于这个东西啊 但是它首先啊 它是一个时数的东西 它是在1和负1之间一个时数的变化 所以呢 它能编码东西当然多一点啊 第二个人你可以看到是说 它其实因为它用的是一个 啊 三口塞函数啊 所以它也是一个这么一个周期在里面的 你可以看到啊 首先啊 这个呢 是这个图是刚刚那个图啊 但是我们换一个方式 用了热度图来画它 你的X轴啊 我们转了一下 X轴现在是你的特征 然后你的Y呢 一行呢 就是一个样本 OK 一行是一个样本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啊 对每一行啊 就是说等于是我对这一行 它这个位置信息啊 进行了编码 就把第二个样本呢 用一个成为D的一个项链 来继续进行编码 它的编码呢 你可以认为 就是说跟这个是有反的啊 就是说最前的V呢 它是用一个频率比较高的那个编码 你也看到就是说频率变化比较快啊 越到后面呢 它的变化就越来越慢 但是呢 它确实是很类似于是说 计算机的一个二进制编码 但是呢 它比那个 它的编码 它就是相对来说 它可以啊 任意根据你的 你可以有任意的长度 D都没关系啊 第二个说 它用的是实数啊 正义到复义 因为我们输入本来就是实数的东西 所以它里面的东西啊 就是更加稍微复杂一点点 但是核心思想是一样的 就是说 我对每一个位置 每一个样本啊 就是序列中的第二个样本啊 给你一个独一 对无二的长为低的一个位置信息 然后你把它加到你的数据里面去 然后作为我的啊 自注意力的输入 这样子呢 就它就能看到位置信息了 OK 这就是整个的idea 另外一个是说 它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东西来做呢 就为什么你要用一个 sin cos的东西来做呢 就它的原因啊 是说 你用sin cos的好处呢 它的一个主要的好处是说 它编码的是一个相对的位置信息 OK 就是说你位置啊 位于i加上delta 就是它的位置编码呀 可以线性的投影到位置i处的线性编码表示 就是这个东西是说 你跟i无关啊 就跟你这个相对的位置相关 就是说你怎么投影进去呢 就是说这个是那个啊 加了那个 delta的那个位置啊 这个是没有加的时候 那么呢 它这两个东西啊 这两个东西 它是可以用一个啊 这样子的矩阵来进行投影的 这个矩阵呢 小矩阵二乘二的投影矩阵啊 跟你的i 跟你的位置是无关的 跟你这个序列中的位置i是无关的 当然跟j是相关的 就跟你的那个位置 就是那个dimination的信息 当然是相关的啊 但是所以呢 就是说这样子意味着啊 我在一个序列中 假设一个词 出现在另外一个词 比如后面两个或者三个的位置的时候 而不管这一对啊 出现在我序列的哪个地方啊 对位置信息来讲 他们都是可以通过一个同样的线性变换 就同样一个同样的w 是能够来给你啊找出来的 所以呢这样子 这样子就鼓励啊 我们的 因为我们都是学的w啊 我们都是去学那个线性变换 所以呢 相对来说你这样子编码的话 他用w来线我们的线性那些w来建模的时候呢 能够比较好的去算这种相对的位置信息 还不要看我一个词道理 出现在一个句子绝对的位置 绝对位置总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一个很长的语言模型的时候 我随便切都可以对吧 所以我需要的 关心的是一个一对词的相对位置 所以这个也是说 多多少少是说解释了 为什么我们用一个sine啊cosine这个奇怪的一个东西来啊 进行为之编码 总结一下啊 总结一下呢 就是说 自注意力啊 齿化层呢 就是说将你的一个序列的xr呀 它又当key又当value又当query 然后呢 它能抽取对应的yi作为它的特征 这样子的话呢 自注意力齿化层呢 它就能够给一个 序列 就不需要额外的什么东西 它就能输出对每个序列啊 输出它的元素 它的好处是说它可以完全并行 它跟cn是一样的 所以计算效率比较高 它对 它的最长序列为一 就是说任何一个输出啊 它能看到整个序列的信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通常当你的文本比较 处理比较大的文本的时候啊 处理比较长的序列的时候呢 通常我们会有attention 用self-attention 但是它的问题是它对长序列计算复杂度比较高啊 所以导致现在是我们的一道痛点啊 训练一个模型 你得花个 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啊 所以大家又变成一个 军备竞赛了 所以呢就是 就是啊 我们就比较啊 那个 就最近 一年啊 可能未来一两年 大家都会去对这个东西比较酷了 啊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 自注意力啊如果用来 处理 实际序序列的话 它没有位置信息 所以呢 啊一个做法是说 在你的输入里面 加入一个位置编码 啊位置编码 使得呢 自注意力呢能够去 分辨说每个序列确实是有一点 时序在里面的 啊它那个东西呢 有点的像我们对计算机的数字编码啊 就是 对每个样本 等于是给你一个 常为低的一个编码 再怎么能夹回去 啊第2个是说这个编码用的是sin cos 函数啊 使得它 对于一个 两个序列中的那个位置编码呀 就说常为固定常为 它的距离是一个delta的时候呢 啊 不管你在序列中的那个位置啊 它的那个编码信息啊都是一个可以通过一个线性变换的转换